哈囉 車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車款 好像有開過一兩台直播吧 這一台是 Mazda 的 CX-45 那之前比較常開直播的應該是 CX-9 這一台的話要安裝的版本 是 KT 的道路版 那今天車友也有先來試乘過了 覺得 OK 之後就立刻說今天要來安裝 所以今天安裝的版本 其實車友還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因為車主 這台車其實經理所知道 如果第一批的 CX-5 前檔玻璃 好像比較容易會有裂掉狀況 那如果是 CX-5 的柴油引擎 就比較原廠的狀況好像也有召回之類的 然後這台車的避震器 原廠的好像就是 我待會再看一下是哪一個工廠代工的 就好像是保固率有比較高一點 那車主的話其實有保固過兩次了 所以今天就乾脆直接升級成改裝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台車其實 畢竟它的一個乘坐起來的感覺 還是日系車 所以它的操控性的話 還是比較偏舒適一點 所以後座的乘客 經常會有一個開一開 坐一坐就會有暈車的狀況 所以我們最主要今天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改裝 KT 的道路版呢 能夠讓側高降低 重身降低之後 自然它的操控性就會比較好 第二點 彈簧跟阻尼的一個質量呢 會往上提升 所以彈簧重量提高之後 它的側傾的幅度 就會比原廠好很多 它搖晃的幅度改善了 自然操控就會好很多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避震器好了 這台車是負十九吋的旅圈喔 十九吋的 十九吋的 二五五六 六零還六五 二五五五十九 扁平比是五五的 所以尺碼已經還滿大了 是十九吋的 之前的話好像有裝到是十七吋的 這台也有負起十七吋的 我看一下這個是哪一個廠家代工 好像沒有寫LOGO 一般來說都是日本的KYB 但日本KYB的品質其實相當的不錯 哇你看這個 我們如果有經常看 像大概下午的一點的 那個Artist的車主 車主都有看經理的直播 所以我有一個動作 就是會習慣性呢 把它的一個後方的阻尼筒 來下壓看看 來初步了解 看看它的阻尼 當然啦 這不是一個科學的方式 要測試一個 所以這個避震器的阻尼 還是得要上阻尼測試機 拉出那個Dyno曲線 才有辦法了解到它真正的數據是多少 但是經理做避震器快十幾年了 所以大概一壓的話 就可以了解到它的避震器的本質設定 到底是偏舒適還是偏性能 像上個禮拜 賓士W205 車友應該有看過 這個我一個人的體重壓不太下去 那這個CX5的話輕輕一壓就壓下去 它的阻尼的話大概 大概跟一般日系的小車 譬如說 Nissan的KICK KICKS或者是T打 它的阻尼也差不多這麼輕 所以它的後懸吊其實是一個很舒適的設定 那自然 這麼軟的阻尼紙 它就會比較晃一點 然後彈簧的公斤數比較低 側傾的幅度自然就比較大 所以基本上這台車的設定 還是以舒適為原則 所以要做比較激烈的操控 或者是比較長開山路的話 車上的乘客相信 應該就會比較容易會暈車 我想要了解這個是哪一間代工 可是它只有打上 Mazda的LOGO 並沒有打上代工廠的LOGO 好那我們就不研究了 它的底盤架構 其實跟三代的 三代的Mazda3 還有二代的CX9 它的底盤架構其實都很接近 但是跟CX3不太一樣 CX3的話 後方就不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後方的話 今天預計降低大概剩下四指幅 前面的話 預計降低大概剩下三指幅 那四指幅的話差不多就是 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跟不太需要的一個臨界點 所以待會我們上定位器之後 再來看看後方降到四指幅之後的一個Camper角度 那如果萬一真的大過於太大的話 Camper Type的話 那就建議要改裝後方這支仰角調整器 不然它這一台車呢 降下來之後 後輪的Camper Type 就容易會吃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後方的上座 是有附上座的 是有附上座的 所以它的上座下方有一個旋鈕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指 往順時針 往這個方向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鈕可以調整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的行程 這個坐動的後方的筒身的行程 還是比較長一點點 它是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 這台車在我們設計 還是不能偏離掉它太多的一個舒適度 畢竟它的本質呢 還是休旅車 所以我們還是要以舒適度為原則 那後方的彈簧 我們配置的是6公斤 6公斤的話大概230mm 230mm 所以這台車我們大概降到最低 大概可以坐到30伏上下左右 那如果要再低的話 就要換其他的彈簧 但是一般休旅車應該很少 很少有車友會希望降到那麼低 那它的上方橡皮 跟下方的橡皮 彈簧上下橡皮 都是要沿用原廠 這裡有一塊橡皮 這個密合度非常好 因為這個調整機構啊 就是為了這台車所專門開發設計的 那下方的橡皮 一樣要沿用原廠 這裡有一個230-06 230指的是它還沒有受到壓縮的時候的一個長度 是230mm 6指的是6公斤 那這個彈簧6公斤的意思呢 就是當我們下壓1mm的時候 1mm它需要6公斤的力道 也代表它這條彈簧的撐度 那這個後方的桶芯 它調長調短啊 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車高的所有的調整 都是靠彈簧上方這個調整 來做調整 這個桶芯的長短 只是來取決於它彈簧的預載值 那後方的彈簧預載 大概壓縮個5mm就好了 千萬不要壓縮太多 所以這個是後方避震器的一個結構設計 它是多靈感的 而且這個是電子懸吊 不是 不對 更正一下 這個是電子手煞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這部車之前 我們也有介紹過的是 是柴油引擎 那這一顆是汽油引擎 它的上座還蠻簡單的 就三顆螺絲 而且我們把這個引擎蓋 引擎蓋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 避震器的一個上座設計 在上座的中心點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就可以直接 從這裡來調整軟硬度了 像這樣順時針它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待會預計會調大概15段左右 15段 那前面的話 這一部車我們配置的是 7公斤的彈簧 而且刻意 為了它的舒適度 打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燈籠狀的彈簧 比直卷彈簧還有一個好處了 就是它的壓縮 跟回彈的力道 會比較平緩一點點 不會像直卷彈簧那麼的直接 有些車種 我們在出廠設計的時候 的確就會把它設計成直卷式的彈簧 那這部車的話 休旅車我們還是要兼顧到 它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我們打了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那是7公斤的 那燈籠狀彈簧跟直卷的彈簧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作動行程 會比直卷彈簧還要來得多 2-30%左右 像下方的話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這個是油管 煞車油管 還有這個是AVS感應線 這個都是跟原廠固定的位置一模一樣的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離載串的固定點的高度 就做得跟原廠一樣 所以不需要再改短的離載串 或者是改強化式的離載串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至於KT用料的話 像我們裡面所填裝的主尼友 使用的是義大利一整桶進口 IP的 義大利IP的主尼友 然後油風的話使用的是日本NOK 7X5拔子打它畢竟是日系車 所以很多車友會推崇日本避震器的一個改裝大廠 Tim Ti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日本NOK的油風 也許有可能車友們不是在這個工業界裡面 那日本NOK的油風 如果在Google裡面 打上NOK 然後All-in或者是NOK Parking之類的 就可以找到這個是日本數一數二的一個大廠牌 所以KT的話也是使用這個大廠牌的油風 所以品質質量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如果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也許有可能啦 這個防塵它要破損了 或者是裡面的一個緩衝的饅頭破損了 這些都是可以單獨來做汰換的 甚至是裡面填窗的主尼友 像原廠的話就不太有辦法維修 原廠壞掉的話就只能做更換 但是KT的話這個都是可以拆解 可以維修 可以換裡面的油 可以換裡面的油風 都是可以維修的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 像從上個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到今天陸續都有 開不同車子的車友來試乘 那很歡迎啦 車友們如果要選擇BNC的時候 很歡迎先來試乘看看 今天好像有一個 Golf吧 Golf七代跟經理一樣 開Golf七代的車友啊 有來試乘今天也預計要下單 所以我們KT的一個工廠是在台中彈子 但是從北到南 都有經銷商也有店家 可以提供不同的試乘車 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很歡迎車友們跟我們預約來試乘 那覺得試乘之後 有滿意再考慮就好了 那如果對產品 或者是對些細節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請跟KT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